7月25日,46岁的体操传奇人物邱索维金娜 以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一月宣布了退役 虽无援决赛,却赢得了比成为冠军更崇高的进步 16岁并获世界冠军,21岁功臣身退 然而,儿子身患白血病的恶好 让他不得不在27岁重新付出 吃青春饭的体操行业,27岁已是高龄 可为了筹集儿子的医疗费 他放下了对年龄的顾虑 衣服老娘拼了的气魄 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比赛 不敢病,不敢伤,不卖惨 以实力不断赢取奖金 一句你未痊愈,我不敢变老 让无数人会之类 所幸,他的努力等来了儿子的康复 他说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母亲 故事本可就此结束 可人们诧异地发现他仍在继续比赛 他说,以前比赛是为了成绩,后来为了儿子 现在,我终于可以为自己去享受比赛 当人们佩服他打破了体操运动员的年龄兵界 他说,年龄从来只是一个数字 三个体操动作以他的名字命名 八次征战奥运会,十次试请赛 九金十四营,三十三营,体操生涯 四十六岁高龄 每个数字都堪称奇迹 如果说他永不放弃的信念 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奥运精神 那么他充满力量的母爱 更是为这样的精神夺上了一层光芒 将原本悲剧的人生活成了传奇 这里是他故事 喜欢就点个赞吧